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最後英文寄讀 再一次 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最後英文寄讀 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新的词 对我来说如果不是的话 那恭喜你 我一直知道通货膨胀叫做inflation 我也很熟悉另外一个字叫做stagflation 停滞性通膨 stag stag这个字来自于stagnate 就是停滞不动 像例如说假设我觉得我的事业到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要是我的频道长到了还不到一万人 可是就怎么样也长不上去 然后又经营了两年 还是只有一万人上下的时候 我还是会继续做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件事情 即便我的频道 somehow变得只有十个人五个人在看 我还是会继续制作影片 因为我还是觉得我能够帮到这三五个人 我就还是很爽 所以对我来说做频道没有一个底线 OK没有一个底线 如果有一天临人观赏 我要上传影片之后两个礼拜 然后还是临人点阅的话 那就算了吧 那我就报个吉他就接上唱歌好了 好啦我就不自己走到这一步啦 但总之停滞住就是stagnate stagnate 所以我可以说my channel my channel's growth has now become stagnated OK or stagnant 形容词stagnant 所以stagnate是停滞住 那inflation 我都还没讲inflation 但总之inflation是通膨 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叫stackflation 我对这个词是熟悉的 OK 所以那它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停滞性通膨 所以我稍微读一下这边跟你听 在经济学上 stackflation or recession inflation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inflation rate is high or increasing 所以然后先看一下到这边 recession是经济不景气 往后退缩 所以经济本身已经不好了 不景气 而且还有通膨膨胀 挖的合在一起真的是double whammy 所以inflation rate is high 或者是在增加中 economic growth rate slows 所以经济成长率倒是确实减缓下来 所以也就是recession了嘛 对不对 and unemployment remains steadily high 而失业率则是维持还是很高的 所以总之这个就是惨到不能再惨 你可以想象一下下 所以这个叫做stackflation OK stackflation 好 所以而这个东西就呈现出了一个 在经济策略上的一个 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很两难的处境 因为据经济学理论来说 你如果要应付不景气 你是有一套做法 可是你要应付高失业率又是另外一套做法 而这样的做法是相冲的 为什么相冲呢 我无法解释给你听 因为我不懂 可是他是这样写的 靠北 所以他就说 it presents a dilemma for economic policy since actions intended to lower inflation may exacerbate unemployment 我刚刚说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不是我说的 我什么也没解释 我只是把英文读给你听 那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只是我不懂为什么 所以欠这个 如果有经济学的厉害的同学们 像例如说我知道 是不是 你叫Sun Wang先生 你可能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你是学金融的好像是 可是我不晓得 对经济学能不能够解释一下 给大家听 也不错 我把这件钢筋句再说一次 就是你有你的action 是要来去瞄准 lower inflation的话 酷对不对 为了降低通膨的action 可能会加重失业率 所以加重这个字 我们前一阵子常常讲 叫做exacerbate 还记得吧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拿来做比较是exasperate exasperate是 让人家好累 而exacerbate 简单的说就是make worse 就是wosen 更糟这样子 所以the actions intended to lower inflation may exacerbate unemployment 所以让失业率更糟糕 所以stagnation 或者应该讲stackflation 的处境就是这样很糟糕 我们今天不是要讲stackflation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shrinkflation 所以再回来讲一下inflation 我刚刚说我都还没有先 我都还没有先把通膨讲完给你听 inflate其实就是膨胀起来 膨胀起来 那你说什么东西可以膨胀起来 well 你去海边玩 海边可能不是好例子 你去游泳池游泳 那你不是会有救生圈吗 那救生圈是不是就是充气式的 充气式的就叫做inflatable的什么东西 这样子 ok inflatable yeah 那你难道叫inflatable inflatable lifesaver 不用 如果今天真的是救生圈 lifesaver就够了啦 除非你要强调是冲洗式的 那就inflatable 这样子 打一下 inflatable ok inflatable 所以inflate就是把东西冲起来 这样子 那它的反应是deflate 那deflate就是把气消掉吗 可以 那它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 可以拿来比喻心情上的一些什么 的一些感受 所以在被你的女朋友 被你喜欢的女生 你跟她告白 然后被发了好人卡之后 you feel deflated 你觉得像是个泄了屁的 泄了屁 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so you feel deflated after you get rejected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deflated 好懂了 所以讲完了inflation 那现在讲回shrinkflation 什么是shrinkflation 来 shrink这个字叫做缩小 所以其实你都知道啦 缩小 什么意思 我把这英文先读给你听 你脑袋中可能就会 现在转出例子来了 so shrinkflation happens when consumer products gets smaller in weight size or quantity while their prices stay the same or even increase yeah 所以它什么时候发生 it happens when 当什么是怎样 consumer products 消费者的商品 消费者的产品 变得变比较小 所以要是今天你去吃蛋饼 蛋饼比较小 吐司变小了 它为什么会变小 我突然讲说3C会变小 iPhone变小 没有iPhone变大了 好 所以总之就是你这些消费者的产品变小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真的 非常好的例子 以前我还在高雄的时候 我常去吃一家披萨店 而且它是个老外开的 然后去久了 他也认识我了 然后有一天我去吃的时候 就发现到 怎么这披萨变小了 而且是能够很明显的 It was noticeably smaller 所以我没有用obviously 我用的是noticeably 你能够注意到它变小了 noticeably 这个是比较少看到 因为我们台湾常叫obviously 或者apparently 我们多讲一个noticeably So the pizza got noticeably smaller 但价钱还贵了10块 我气到一个从此不再去 你知道吗 我不要说是哪一家 这样破坏人家的生意 如果是你后来才去的客人 你就不会有这个差距到这个分别 可是我是常去的客人 我真的很明确的感觉到 所以这个就叫做shrinkflation So the product products 复述get smaller 在什么方面 重量上 尺寸上 或者是量的上面 所以in weight in size or in quantity 但是价钱可能是 要不就一样 要不就上涨 while their prices stay the same or even increase 所以这就是shrinkflation 好这样听懂 没问题 来吧 我们再多看一些有趣的词 好 所以他一开始说 很多的消费者 都会面临到一个状况 叫做sticker shock 什么是sticker shock 我这边怎么找不到sticker shock 搞什么鬼 它跑太下面了 对不起 然后把它再拉回来一下好了 就在这里 OK 所以many consumers have sufferedsticker shock at the grocery store due to record high inflation 好 所以很多consumer 他都有经历到sticker shock sticker是贴纸 贴纸的震惊 什么叫贴纸的 震惊 当然了 你去看一个产品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那个义美 虽然我说 我很挺义美这个企业 因为他们算比较有良心一点点 他们这么多年来 食安曾经被人家挑剔过的就是 好像有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 他在红豆的那个原物料 不小心用到了过期的东西 去做他的这个产品 然后就被人家骂 你怎么可以用过期的东西 我的过期只是可能 不小心没看到 过期的那个日期 exploration date 你至少不用黑心的东西好吧 所以让我就在想起那个顶星集团 让我真的很不爽 好anyway 那 讲回义美 好 那个义美 他生产那种 一小盒一小盒巧克力球 里面有包那个QQ果冻的 以及有包那个杏仁的 almond的 那我一直还蛮喜欢吃的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到 他的价钱是从 好像从25块变35块 还是从30块变35块 总之就变贵了就是了 有没有变小 不知道 可是总之 他的那个 贴纸上的那个价钱变多了 简单的说 那我没有没有震惊 我有点 我说 那也几个啊 这样子 所以这就叫做 sticker shark because you're shocked by the sticker or the number on the sticker to be precise 所以这就叫做 sticker shark 还蛮好理解的 说真的 so many consumers have suffered sticker shock 在哪里 grocerer store 因为什么 record high inflation 所以这里的 这个record这个字 就是破纪录的高的通膨 其实我们讲过 所以record record breaking performance 这是破纪录的 只拿record这个字 放在名词的前面当形容词 也就是破纪录的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这边讲的record high 应该OK record high 然后再多看几个字 所以虽然说inflation 所以while不是inflation shrinkflation shrinkflation 顺便再说一下 它的中文名词 好像叫做什么 缩水式通膨 好像看到中文报道 还说过 这个叫无痛涨价 因为虽然说有涨价 虽然说它是变相涨价 可是你可能会无痛 因为你说不定没有注意到 那个大小或重量的分别 的缩小这样子 聪明的消费者 是会注意到的 像我一样 吃欧门的巧克力球的时候 后来我他妈就不买了 好像很容易激怒我 很容易让我不买东西 你随便搞我一下 我就不买你的东西了 好 anyway 回来这里 so while shrinkflation is getting a lot of attention now it is not new as this kind of downsizing has been going on for decades 所以根据这些专家说 这种downsizing 所以downsize这个字 就是有缩小的意思 公司里面如果要缩编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字 so our company is downsizing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 downsize ok 好 所以缩水 除了用shrink之外 downsize也非常可以 然后还有像这个 so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tidal wave of inflation unfortunately and so we're seeing more and more items that are shrinking 好 我们正在 很不幸的是 我们正在inflation的 一个tidal wave 浪头上 好 tide的这个字 本身就有long的意思 right 大家可以变形容词 变tidal 那tidal的话 long那个字不见了 名词 那就加一个wave在后面 又是 long也是 所以tidal wave说真的 就是两个蛮redundan的一个字 我大概有点觉得 因为tide是潮汐 或许不能说redundan 一个字来形容另外一个字 anyway 这个不扯了 没什么好扯的 tidal wave就tidal wave 常看得到 这个字很常见的一个字 下一个要讲的是 这个字一定要说 所以这里说 我们最常看到 shrinkflation发生的东西 的一些种类 the top categories 就是包括了 snacks没问题 pantry item 你可能就不是很懂了 所以这边一个字叫pantry 什么是pantry呢 如果你去翻译一下 你会发现它叫储藏室 那你可能会想说储藏室 不就像我们看过store这个字 动词是储藏 那名词就店的意思 可这个字可以变storage 也是储藏 那跟pantry有什么不一样 小不同 真的小不同 我可以说他们也有非常重叠 高度的重叠 只是我们有时候就 pantry就是给你的画面不太一样 我这样说简单一点点 在国外的那个房子里面 一定会有pantry 一定有 而且国外那种pantry 多半就是给你放罐头食品的 OK 那你想说 你需要一个储藏室 一个室来放罐头 我必须说真的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外国人就很喜欢储放东西 可能是房子空间实在太大了 他们就能塞多满塞多满 你说我们家是不是也是一样 多半移民酒的那种老华侨 都是一样 你就会pick up当地的习惯 你这个储藏室门一打开 可能就腰到你的腰这么高的 全部都是罐头汤 或者是可口可乐 或者什么那些的 我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在国外真的会有那种特价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真的便宜非常的多 So you go when things go on sale OK And when they are on sale You basically hold a whole bunch of them 回家 你就搬一大堆的回家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堆得很高起来 所以我们都会在特价的时候去 大肆采购一番 然后它就会堆到你的腰这么高 我一直讲腰这么高 你都要头的高度也是一样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扛了回来就可以 所以这种储藏是我们叫的pantry pantry 你就要storage还是听得懂 可是pantry就是比较习惯的一个字这样子 好 所以pantry item 就刚刚讲的那种罐头类 厨房很久的食物 pantry这样子 那后面几个名词都要好一点 frozen food 冷冻食品 meat 肉 bread and pastry 所以它把这个东西当成同一件事情 所以面包来跟烘焙的东西 bread是面包 pantry就是烘焙物这样子 好 那这样就听懂了 没问题 来 再看下去 一定要看的一个词 好 那 大家怎么回应 stringflation这件事情呢 所以这边说了 in response 49% of consumers say they purchased a different brand while 48% say they opted for a generic brand over a name brand and 33% chose to buy in bulk rather than smaller packages 这句话 好 好多地方可以看 好 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 所以这么回应 49%的人 他们就会说 我就干脆买别的牌子 OK 所以要是你这个牌子 量变小了 价钱一样 不买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不吃那个披萨 我吃别家披萨 对不对 so you buy a different brand 可以 那 另外48% 这个opted for 这个opted for 我们有讲过 但是无所谓 再整理一下下 option这个字 你知道是选项的名词 它的动词就是opt 那它的介细词往往是for 加名词 你当然可以直接opt 之后接to 原型动词 所以可以接不定词 但你也可以接opt for 加名词 所以他用的这次加名词的 所以48%说 他们就会选择呢 买一个generic brand 而不买一个name brand 所以这两个名词 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一个叫做generic brand 一个叫做name brand 好来吧 差别是什么 那我里面都有brand这个字 brand就是品牌 牌子 OK 那加一个generic在干什么 这个generic就是说 很一般的 没有特别名气的 我们绝对有例子可以举 来吧 就是我这样说会觉得有点不礼貌 但是没有关系 你在去加勒服卖场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现到 发现到像例如说 你如果去买早上吃的cereal好了 就是撒在牛奶里面吃的cereal 那各种牌子 加勒是玉米片 你可能听说过 对不对 台湾可能有一些自由品牌 但加勒服是不是也自创的品牌 推出玉米片 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 但有 因为我会买来吃 因为他说真的还真不错吃 而且他就一定比那些其他品牌的便宜那么一些些 但没有表示他比较不好 只是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里面 这种generic brand 所以我刚刚说的加勒服这种自由品牌 他不是表示自由品牌的意思 我在说的是generic brand的意思就是 比较杂牌的 OK 比较叫不出来的 这一般性的 就叫做generic OK generic 好 大家听懂我意思 OK 所以加勒服推了很多自由品牌 跟市面上的一些大牌子放在一起竞争 那我们就会把加勒服的这种 或者是就比较没名字的 那但是东西都差不多的 我们就叫它generic 这样子 一般性的 那相对来说 像我刚刚讲玉米片的这个例子 加勒是我一说你大概就听过 Kellux 对不对 Kellux 那这个Kellux这个牌子 我们就称到为name brand 所以name brand products 就是知名品牌的产品 所以这个name brand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这brand本身可以当什么名词 可是name brand加上一个product 他们两个变成一个 合在一起变成名词了 大家听懂 OK 所以name这个字还可以当成形容词的意思 name brand 知名品牌 好 所以这边48%的人说 they opted for a generic brand over a name brand 所以很多人就买了一些比较 比较杂牌的东西 而不买知名品牌的东西了 可以 而另外33%觉得 他们会觉得怎样呢 they chose to buy in bulk rather than smaller packages 所以你一次去买 去买大量的 而不是买小包装的 so buy in bulk 所以bulk这个字就是大量的 这样子 OK bulk so if you do something if you buy something in bulk 大量的去采买 这样子 像我刚说的 外国人的消费习惯 现在正在商费 正在特价 你就回去 你就去搬了三箱汽水回家 一箱24罐 搬了三箱 so you buy in bulk 卫生纸在特价 你直接一买这12包一手 你就直接搬了5手回家 you buy in bulk 前身的鸡蛋短缺 他们还不让你一次买超过两盒了 对不对 现在不短缺了 我的蛋一次一定买四盒 然后四盒就给他就电锅把他蒸熟了 我就当水煮蛋来吃这样子 That's how I eat eggs OK because I eat many eggs in a day so I usually buy eggs in bulk you buy things in bulk 好了 大家听懂 cool 所以讲到这里大概也差不多了 希望你有理解到今天 我们再说的什么叫做shrinkflation 还包括有stackflation stag stackflation 这刚刚讲的是停滞性通膨 而最简单的通膨膨胀就只是inflation而已 但总之后我们介绍要多几个不同的 OK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